《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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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創作者 每一個藝術家 那個就是你內心的東西 你跑不掉的 這是我們講更偉大一點 这是你的天子 每一个人的职业都有他的一个天子的倾向 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 因为我父母亲是小学老师 其实我从很小很小 就像一只白老鼠一样 因为很多年轻老师他要教学 他找一个比较乖巧的学生 来跟他训练 来跟他对话 甚至来教他如何画画 如何唱歌 以前叫唱友 那我就是那一个当然的白老鼠 所以不管是功能也好 不管是艺术的理想也好 我想他都跟我们生活有关 我作品的特色 其实我作品的特色比较明显就是说 一般我们视觉式的雕塑 视觉的作品就是提供一个弦给你看 但是我不是 我是喜欢提供一件作品 让大家可以吃触摸 让大家可以去分享 这件作品 包括那个观众都是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这好像人重新回到母体里面 所以我的作品 让大家到一个 比较亲近的 比较亲切的 比较落实在生活的 不怕人家去触摸的 所以这就是我比较习惯我的作品 比如有一件作品是我自己明天早上起来 好像修炼一样 我那铁板做的一件作品 它是一个动感的雕塑 它摆动的时候就很像一个人在跟我点头一样 我那头部是用木鱼做的一个涂器 这个木鱼呢就当做他头部 然后我每天就站在这个作品前面 跟他互相点头 因为人是需要学习谦卑的 我每天早上就像修炼一样 就像修道一样 我就很细心的 很谦卑的跟这件作品点头 我相信人每一个人啊 都是需要这样 每天都充满学习的过程 一系列的作品 大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阿龙顶瓜瓜 大家都知道我是阿龙嘛 我是龙前 从小到小就叫阿龙 所以从阿龙顶瓜瓜这系列 其实是在讲我的字画一下 像创作 创作一些人家没有的更美的事物 这是我李隆前的天主 所以我继续努力往这条路去迈进 才能分享很多好朋友 也才不会辜负大众 还有一个期待 中文字幕——YK